大家好,美国国庆布林肯29日在意大利接受了意大利的共和国报专访 他也谈到了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也谈到了美国和中国的关系 咱们来听一下他这个专访 采访中的共和国报的记者提问 说您一再强调盟国共同解决诸如新冠疫情,气候变化和经济不平等 共同问题的重要性,这一进程的进展如何? 其能把民主国家带向何方? 布林肯回答 我相信这个过程已经产生了重要的结果 让我们看看仅在最近几周发生了什么 在七国集团峰会,在北约峰会,在欧盟美国峰会 在七国峰会中,各民主国家在应对新冠疫情问题上团结一致 向世界上更多需要疫苗的国家提供10亿剂新冠疫苗 而且没有像其他人那样要求用好处来交换 布林肯说 在七国集团峰会上,我们还联合起来反对全球变暖 承诺不资助有害排放的最大来源,即燃煤电厂 我们还启动了一项计划 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投资重建基础设施 尊重透明度 环境和劳工权益 这些都是具体的成果 正如关于15%的全球最低企业税率的协议一样 这注定是一个非常有利的工具 记者追问 这些在几个月内达成的协议说明了什么 布林肯说 他们表明民主可以为本国居民和居住在其他国家的人们取得重要成果 记者问道 为什么如此重要 布林肯说 因为专制国家告诉我们 民主国家不可能成功 他们效率低下 没有能力取得成果 只有在七国集团 我们才表明他们是错误的 北约和美国欧盟峰会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 记者问 说到专制国家 北约峰会将中国定义为一个战略威胁 盟国怎么可能成功的遏制或削弱它 布林肯回答 重要的是 要理解中国是我们在关系中处理的最复杂的国家 在一些领域 它是对手 在另一些领域 它是竞争者 还有一些领域 它是合作伙伴 没有一个词可以定义这种关系的特殊 他补充说 美国尊重其他国家与中国有不同关系的事实 我们没有要求任何人在我们和中国之间做出选择 但是 当我们与中国打交道时 作为对手 竞争者或伙伴 如果我们一起行动 确实会更有效 这就是七国集团 北约和美国欧盟峰会之间的趋同 记者接着问 美国和欧盟对中国的理解和核心是什么 布林肯回答 特别是在美国欧盟峰会上 我们同意在贸易和技术方面进行更密切的合作 包括在解决规范和标准方面 因为正是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的巨大的竞争 为改变我们的生活技术和使用规定的规则 中国想在这些领域取得成功 我们希望这些规则能够反映我们的价值观 记者问 在过去的几年里 中国以极大的精力试图成为意大利电信企业的领导者 并拥有海港 您认为意大利是西方和中国之间的战场吗 布林肯说 意大利为保护其5G网络免受不可靠的供应商的参与 做了关键的工作 你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非常有价值的 同时当投资从其他国家到达时 对其来源进行必要的检查也是非常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考虑到国家安全的要求 意大利和其他国家都是如此 旧记者在高技术领域的提问 布林肯说 当涉及到技术时 最好的解决方案不是简单的围绕所有事物筑起围墙 而是共同行动根据需要捍卫我们的恐惧所关注的东西 但要确保贸易和投资的继续 随后就与俄罗斯的关系 布林肯接受了记者提问 许多到达欧洲 也包括意大利的网络攻击来自俄罗斯的行动者 我们如何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 布林肯回答 当拜登总统与普京总统在日内瓦会晤时 这是主要的主题之一 我们最近受到了一次勒索为目的的重大网络攻击 针对我们在东海岸的一条管道 不是来自一个国家 而是来自一个犯罪集团 这次袭击的肇事者定居在俄罗斯 布林肯说 因此我们已经告诉俄罗斯 任何负责任的国家都不能接纳或窝藏 负责讹诈诈网络攻击的犯罪集团 记者接着问您对普京有什么期望 布林肯说 我们期待俄罗斯采取行动 防止此类网络攻击再次发生 同时还有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基础设施 水、电、公共交通 需要保护他们免受网络攻击 我们已经向普京表明了这一点 我们将看看是否有任何结果 布林肯接着说 更广泛的说 正如拜登对克里姆林宫负责人所说 我们期待着与俄罗斯建立更稳定和富有成效的关系 我们可以在军备控制网络区域危机等战略问题上进行合作 但是如果俄罗斯继续攻击我们 或者像太阳风的网络攻击干涉我们的选举和袭击纳瓦尔尼那样的形式 那么我们将作出回应 不是因为我们想要冲突 而是因为我们真是我们的价值观和原则 这由俄罗斯来决定 在询问了布林肯对利比亚局势以色列新外长的会面 以及伊朗核协议的谈判问题后 就布林肯对梵蒂冈的访问 意大利罗马的记者接着问 说您与教宗方济阁进行了长时间的会晤 美国和罗马教廷能否在中国等国家的信仰自由方面进行合作呢 布林肯回答 能够见到教宗阁下 我感到非常荣幸 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之一 我们进行了广泛而热烈的交谈 我们在信仰自由方面 也在气候变化 应对新冠疫情和冲突局势方面 共同努力 以维护人权和人类尊严 梵蒂冈是我们的一个重要合作伙伴 采访最后 记者提问 布林肯国务卿 您已经经常来到我们的国家 认识我们许多领导人 您告诉我们您与意大利的个人关系 布林肯说 我16岁第一次和父母来到意大利 当时我住在法国 我立刻就爱上了你们的美景 历史文化美食 在此后的40年里 所有这些都得到了加强 也要感谢我的妻子 正如我对我的朋友 路易吉·迪玛约 在对全世界享有极大尊重的 马里奥·德拉吉总理 以及对伟大的政治家 塞尔娇·马塔雷拉总统所说 意大利在国际舞台上 具有不公平的优势 因为每个人都想来到这里 讨论任何议题 正如许多美国人在意大利有根 甚至更多的美国人 也希望来意大利扎根 这是接受意大利媒体 共和国报采访 这是专访的原文翻译 那给大家读完了原文 大家应该也理解了 美国布林肯在西方 他所跟西方来进行沟通的一套逻辑 美国现在大家知道 中国有中国的逻辑 美国和西方的 他的这种合作也有他的逻辑 那么现在第一点 他利用什么 利用西方的七国集团 利用西方的组织 将西方的民主制度 里边的短板 也就是各自为政 各自为政 不团结效率低下 在中国人看来 西方的民主制度 效率低下 我觉得美国人也认识到了 所以美国人组织起七国联盟 组织起北约 组织起意识形态的联盟 为的是什么呢 为的是向中国这些极权国家来证明 我们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 并不是效率低下 我们是团结的 是能够给人类造成财富 造成什么巨大的发展 是有意义的 这一点我尊重美国 我说过任何制度 你不能否认 中国有些人否认西方的民主制度 我觉得也不对 大家知道老观众看我节目 我不反对任何制度 我就事论事 另外很多制度它必须存在 你不能说因为中国这个制度 你就要消灭西方的民主制度 消灭西方的所有的制度 那我也不会同意 我认为中国和西方的制度要共存 只有共存了才能给全人类有选择权 大家才能在各种制度之间找一个平衡 那么西方的制度我尊重 另外我也相信西方的制度在西方 它这个现有的社会 整个一个社会的现实 整个社会现实之中能够和平的发展 也能够带领西方前进 这个我是非常相信 可能西方制度不适于中国 这个需要探索 也需要时间来证明 但是我尊重西方的制度 而且我也祝福西方的制度能够更加完善 另外我也希望西方的制度能够借鉴 中国制度里面的一些优点 我觉得两种制度最后会融合 互相借鉴优点 那你看布林肯 他之所以 像拜登总统 他这个美国联合着西方 要进行什么意义形态 进行这个联盟 目的是什么 要通过意义形态 将大家牢牢的捆绑在一起 进行有效的 有效的全球治理 不要被中国 被中国这种制度 看笑话 中国是吧 布林肯按照美国人的逻辑 我说的是美国人逻辑 中国人觉得美国人效率低下 西方各自为正 是不是 一个问题讨论了十年 八年二十年也完成不了 西方已经是昨日黄花了 我们这种制度非常高效 虽然有时候没有人权 但是我们这个高效 我们可以在全世界面对疫情的时候 可以迅速的解决问题 那西方呢 布林肯直接反击中国的方式 就是联合西方 七国集团 北约 还有意识形态联盟 把西方统一在一起 大家一起针对中国 一起行事 那么西方 它还是占据整个世界的主要位置 因为现在选择自由民主的 我说了一百多个国家全世界 只有五个国家选择集权 现在古巴 朝鲜 中国越南 另外还有一个那个 韦云拉 对吧 韦云拉也是基本上 现在看 这五个国家里边 你可以看 选择集权的 或者选择共产党吧 其他国家呢 几乎就没有选择 所以 中国这套制度 在美国看来是什么呢 是少数 是少数 它虽然有一些优势 但它并不强大 那美国联合着西方其他国家 形成一股强大的优势 与中国来竞争 那美国 他发现呢 自己在什么 在国际组织内 特别在北约 对吧 在七国集团 在框架内 和这些盟友一起行动 更有利 西方更团结 不容易被中国个个击破 而当时川普啊 川普是什么 退群 跟西方也什么 跟西方也不联系 退群 跟中国这边也脱钩 这美国单打独斗 这个是拜登区别于川普的 但是呢 川普和拜登又有共同的逻辑 就要跟中国竞争 保证西方的这个民主制度 对吧 他在与中国这套制度竞争的时候 不落下风 那你看都是在竞争 说白了背后是美国国力和中国国力的竞争 那延伸到上面呢 就是西方民主制度和中国的极权制度竞争 再往上一点 昂格鲁萨克逊海洋文明和欧亚大陆文明的竞争 第一点跟你说透了 这就是美国人的逻辑啊 这就是布林肯他的世界观 不管他是不是相信他说这些 但是他向欧洲媒体 向欧洲 向西方的其他盟友是这么宣传的 我们要团结 并不一定针对中国 为什么 我们要团结的目的是让中国 看一看我们西方这套制度 是什么 是可以解决问题的 是可以有效率的 这是第一点 那布林肯也说的非常清楚 那第二点 其实也很简单 第二点就认为什么呢 针对中国 也是与欧洲的合作吧 布林肯说了 在5G方面 他非常满意意大利 排除出华为的5G 在意大利的 这个中国的技术 在意大利的使用 其实也就是告诉意大利人了 也就是告诉意大利人 尽量远离中国的技术 欧洲呢 要有自己独立的 要有自己独立的5G网络 这个呢 我不想多说 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美国和 中国之间吧 5G这个争夺 那他需要什么 需要在中国和欧洲之间 打一个蝎子 让欧洲不使用5G 也就排除华为 这个其实是老调常谈 没有什么新意 欧洲国家也不傻 包括法国 包括德国 也并不完全排斥 华为的5G 其他国家有自己的想法 所以意大利呢 他有他自己的想法 意大利他自己的5G 使不准华为 其实也不能决定 华为在欧洲市场 但是可以看 美国是对华为 你可以看 是非常重视的 特别是在5G 美国不希望落后 在5G 因为美国的5G 他这个生产商已经不行了 特别像之前的那几个 美国的电信 电信生产商 已经完全落后于全世界的技术 摩托拉已经没有了 你看摩托拉还有什么技术 所以这就是美国现在的尴尬 就是他过多的搞金融 这个实业 这东西不赚钱 实际上摩托拉搞到最后 他也不赚钱 还不如去搞金融 那很多的实体 实际上就被金融摧毁了 那也美国呢 只能拉拢盟友 告诉盟友 不要使用中国的5G 这个东西 其实没什么可讲的 最后是和教宗啊 在谈这个宗教自由 那这个意大利和美国啊 和西方这些国家 其实都是有同一个价值观 就是基督教 这个呢 我昨天也讲过了 就基督教文明啊 它还是有自己的一个意识形态 还是有自己的一个价值圈 所以这个东西 美国是可以做的 你看美国布林肯也好 美国拜登也好 他非常聪明 利用我们手里的优势 就是什么 我们是基督教文明 和中国现在这个共产党 它叫什么 无神论 对吧 无神论者 没有意识形态 没有这个宗教 不相信宗教 无神论者 是有区别的 那美国就可以联合西方 这我说昨天说啊 中国要注意 中国的宣传 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如果呢 中了美国的忌 在这一点上出了问题 那美国就可以攻击你这一点 那就可以联合着像意大利啊 西方一些国家 它有宗教传统的国家 又联合起来攻击中国 就可以拉拢盟友 我之前讲的 将西方的民主国家团结在一起 那咱讲回来了啊 美国能不能团结西方的这些民主国家 另外美国也说了 你西方国家你选边站 不用啊 其实这一点呢 叫欲擒故纵啊 就美国现在是极力希望西方国家站队 但是呢 它得说出来 你不用站队 你想站哪边可以 你自由 你跟中国发展也可以 但是 在关键问题上 美国也说了 在关键的问题上 我们站在一起 就我们是同一个意识形态阵营的 就是美国现在在向西方暗示 向欧洲国家暗示 你跟中国可以有经济上的合作 对吧 壮大你自己 美国坚决支持你 但是在政治上 一定要站队 站在美国这边 因为我们有共同的价值观 这一点呀 我觉得中国需要注意啊 很简单 如果中国经济跟欧洲发展的非常好 但是政治上互相的不信任 那么中国在欧洲影响力是有限的 这个美国并不担心 所以你看美国在政治上拉拢中国 但在经济上 它并不排斥中国和欧洲的合作 这个可能就是未来中美关系 中欧关系的常态 该合作还是合作 该给你中国做生意 要你好处还是正常的 但是中国人要 中国人心里要有数 就欧洲和美国 不会把中国当成自己的朋友 当成自己的什么 同一个价值观体系内的伙伴 千万不要以为自己就变成日本了 欧洲能把日本也当成伙伴了 欧洲现在对日本也是排斥 并不把日本当成是西方 因为它不是什么 不是基督教联盟的 说白了不信基督教 连俄罗斯都比日本强一些 普京和西方这些领导人讲话 互相沟通的时候 他是什么 他是信东正教 他也是基督徒 你看日本人虽然加入G7 但日本人大多数情况是被边缘化的 你看不到日本领导人有什么 在七国集团 在西方有什么 高光的表现 没有 只是把日本当成一个什么 发达国家而已 你是西方的 西方的附庸 西方的随从 而真正的西方 在布林肯 在拜登 甚至在普京看来是属于什么 基督教文明 这个底层逻辑一定要记住 基督教文明 日本也是异类 日本也不是基督教文明 中国更是 所以这一点上看 中国和西方 他这个合作 特别和欧洲的合作 在意识形态方面 在经济上可以大大的合作 在意识形态方面 里边是有什么 是有结构性矛盾 中国首先不是基督教文明 第二 中国还是无神论 还是无神论 更麻烦 这一点上 中国人得有清醒的认识 中国针对欧洲 这种意识形态的宣传 大外宣 难度更大 难度更大 咱们也不是外宣 我只是把这些问题提出来 今天早上 看完布林肯的访问 专访 我首先一点感到 就是美国这一代 这一代的这个国务卿 他非常了解欧洲历史 非常了解基督教文明 也非常了解中国 中国共产党 他的所有意识形态 他的所有输出 所以你看 这是刀刀见血 你看布林肯在欧洲说的话非常好 我们不强迫你 我们不像川普一样 让你选边站 让自己的盟友讨厌自己 你美国强大吗 那你们逼我们选吗 我们 我们意大利选择跟中国一带一路 跟中国合作 为什么我们基础设施需要中国 美国说可以 你跟中国合作 我们不逼你选边站 但是 你要记住了 咱们才是一家 咱们是基督教联盟 那你看美国 这一届的 这一届的这个 国务卿也好 这一届的美国 拜登政府也好 非常了不起 他在玩这个地缘政治方面 是行家 他没有让你难受 该合作合作 该挣钱挣钱 挣完钱了 政治上 不要错乱 跟中国拉开距离 政治上 跟我们合作 挣中国人的钱 然后政治上 跟中国 对抗 跟着美国一起 跟中国对抗 不要怕 我们团结在一起 让中国看看 我们民主国家联盟 也是有效率 就是利用中国的崛起 你看见吗 美国这个 这一届的这个国务卿啊 他玩这个战略 就是你中国会崛起吧 那你会越来越强势 在世界上 你越来越强大 你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大 甚至有一天超过我们美国 但是你越强大 而基督教联盟 也就越团结 听懂这个逻辑没有 这是布林肯 还有美国 拜登 未来 针对中国的一个主要战略 我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啊 给你点一下 就是基督教联盟啊 未来记住 连普京 记住 普京他是有什么 基督教信仰的 基督教联盟 当年对付什么 穆斯林 你记住啊 在穆斯 对付穆斯林 基督教这些联盟 曾经摒弃过 所有的纷争 一起在什么 维也纳城下 维也纳城下 攻击穆斯林 保住了整个欧洲 不被穆斯林化 也就是基督教徒 在外部强大压力面前 基督教会团结 会死死的团结在一起 形成基督教联盟 那美国看到了这一点 基督教之前 为什么分裂 因为我们都强大 是吧 我们打了第一次战争 第二次战争 我们强大 我们瓜分世界 所以各自争夺 但当外部势力 越来越强大 挤压到基督教世界的时候 基督教世界会非常团结 那这个团结就是效率 就是布林肯讲的 文明国家 或者是自由民主国家之间的效率 而中国就是一个外部压力 你看美国想的 你美国这个逻辑 美国他的这一套 布林肯也好 美国白宫的这一套 这套底层逻辑 这套战略 你中国不是越来越强大吗 你中国不是越来越在世界扮演重要的角色吗 那么就会挤压基督教联 基督教国家的空间 你越膨胀 越大越大 空间有限吗 你越大 基督教国家就被你挤压 挤压的同时 基督教也会越团结 那越团结 谁来带领基督教联盟 有美国 美国就会带领着基督教联盟和中国对抗 那么基督教联盟国家就会倒向美国这边 而中国甚至会失去俄罗斯 我告诉你啊 等有一天基督教国家真正联合的一起 非常联合的时候 非常团结的时候 甚至俄罗斯都可能倒向基督教 那么俄罗斯也是基督教国家 东正教国家 普京也会联合欧洲 你就普京现在是欧洲主义啊 普京是希望跟欧洲联合 那中国啊 在这一点大家得看啊 就中国和欧洲的关系 和美国的关系要分开 就中国对欧洲不要咄咄逼人 中国对欧洲啊 我觉得不要上了美国的当啊 对欧洲压力过大 特别在意识形态方面 这个是一定要注意啊 因为你压力过大 像你膨胀 给基督教联盟这些国家 给他压力 那就会把他挤向美国那边 那么美国撕裂欧亚大陆 撕裂欧洲和中国 他就有了抓手 我今天这个最后这个逻辑啊 是重点啊 你得听懂啊 美国非常了不起啊 我很佩服美国这些政治家 特别美国这些战略专家 他研究这个世界 研究欧亚大陆 布林肯16岁就在法国定居啊 那他对欧洲对吧 对整个欧亚大陆 他是有联系有了解的 很小就在欧洲生活 其实我也在欧洲生活啊 我生活在欧洲也是也很多年啊 超过十年 所以我对欧洲也有了解 所以我深深的知道布林肯脑子里怎么想 深深知道美国这些政客 美国这些战略家 他想干什么 我通过我这个频道 也把布林肯一些想法 和美国一些战略 简单说给你 咱们中国人其实也不傻 咱们中国人也知道 中国的崛起一定会挤压别人的空间 挤压别人的空间 那就需要什么 需要调整 咱们中国呢 首先一点拉拢欧洲 来对抗美国 因为美国远在大洋彼岸 美国和中国是一定要对抗的 那这个时候 布林肯就是用利用中国的崛起 给欧洲压力 给基督教联盟国家压力 来笼络基督教国家 从宗教上 特别这次建教皇啊 你看看 就是显示 我美国和基督教国家是一体的 而中国是另类 它是异教徒 所以我觉得 美国甚至可能最后会跟中国打圣战 拉着基督教国家跟中国打圣战 这才是中国需要防备 中国人不傻 中国人不傻 但是中国人里边有一些人会犯糊涂 中国发展了 强大了 然后呢 得意忘形 干出很多 到底美国陷阱的事 现在就我提前就告诉你了 你记住 现在这个西方发达国家大多数是什么 基督教国家 在宗教这个问题上 在基督教国家 在对欧洲这个国家 态度上一定要变化 对美国是一样 对欧洲国家是另一样 俄罗斯你要记住 你不要以为俄罗斯就会因为地缘政治 就会站在中国这边 错了 俄罗斯它也是基督教国家 宗教这个问题 千万不要 千万不要得罪俄罗斯 也不要给基督教国家联盟太大的压力 如果这些国家感受到中国强大的压力 团结起来 对中国来说不是好事 俄罗斯可能都倒向西方了 那个时候中国的压力有多大 你想想 所以有的时候我发现 这个宗教 特别基督教 它这个文明 美国是可以利用的 美国虽然是昂格鲁萨克逊 但是它有什么 有基督教 你看这个世界的这个格局就这么复杂 欧亚大陆就没什么 在同一个大陆上大家联合在一起 但是有不同的宗教 不同的文明 基督教文明 中国是什么 你也可以说儒家文明 也可以说筷子文明 而美国是昂格萨克逊海洋文明 它和欧亚大陆是分离的 但是它又信基督教 它的信仰又在欧洲 美国正在利用基督教 它这个信仰和欧洲联合 和大西洋对岸联合 而中国呢 中国需要选择怎么样和欧洲进行联合 和欧洲进行合作 中国和欧洲没有信仰 没有共同的信仰 基督教这个信仰 没有这个纽带 我们有其他的纽带 就是我说的 我这个频道一直强调 欧亚大陆联盟这个纽带 我们有地理的纽带 虽然没有意识形态的纽带 没有这个信仰的纽带 但是我们有地理的纽带 那我们可以制造一个 地理的纽带 这么一个信仰 欧亚大陆联盟 俄罗斯普京是想这样的 因为西方啊 其实也排斥俄罗斯 俄罗斯是 普京是非常虔诚的西方崇拜者 但是呢 他不被西方待见 所以俄罗斯很无奈 跟中国合作 但是俄罗斯知道 中俄合作能够稳定欧亚大陆 但是俄罗斯脑子里 又有一股强大的宗教观 特别是什么 圣战 要保证基督教文明的延续 那么中国在这一点上 就不要刺激到欧洲 刚才我讲的 那同样再制造出一个 欧亚大陆联盟和俄罗斯一起 制造一个欧亚大陆联盟的 这么一个世界观 或者这么一个世界体系 让欧洲接受 而取代基督教联盟这个价值观 和美国做正面对抗 美国也在拉拢欧洲 中国通过欧亚大陆联盟 拉拢欧洲 双方可以通过这种博弈 最后分出胜负 谁来控制欧洲 或者谁来跟欧洲 长期的有一个稳定的关系 这就是未来发展 美国在宗教意识形态方面 拉拢欧洲 中国一带一路 或者利用地理 我觉得地理可以给欧洲灌输一些地理 就是中国和欧亚大陆要团结 形成欧亚大陆联盟 甚至我提议 我提议北京巴黎 北京到巴黎每年举办 什么拉力赛 这是我最后的提议 还是北京到巴黎举办拉力赛 我觉得我可以第一个报名参加拉力赛 你就开车跑一趟 过境俄罗斯 然后欧洲这些国家都跑一趟 下一个第二路线可以从中亚走到中东 再走到巴黎 这样欧亚大陆就形成一个联合 每年搞 你看这是纽带 另外是类似于这种北京到巴黎拉力赛的要多搞 多搞以后全世界都知道 欧亚大陆才是一体的 我们在同一个大陆上 和平团结 意识形态 基督教联盟这个东西 美国它先拉起来 拉欧洲 它稍微费点劲 那这个博弈对中国来说就好办一些 所以中国现在和欧洲一定要讲地理上的渊源 我们古代是吧 互相之间是有结合的 然后北京到巴黎拉力赛 是吧 也可以到意大利罗马 也可以跑遍整个欧洲 多举办中国和欧洲之间的这种活动 特别是跨越欧亚大陆的 那这多了不起啊 甚至是北京莫斯科莫斯科到巴黎 巴黎到罗马 到什么 马德里 里斯本 是吧 跑遍整个欧亚大陆 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咱们是在同一个大陆上 这是我自己的一段想法 但是我这频道啊 实际上影响力有限 影响力有限 很多人啊 喜欢听那种 没有营养的 没有营养 没有什么战略的 听那帮人 根本就不懂地缘政治 给你白话 但是我的想法 我是有世界观的 我说的是我的世界观 另外我是有自己的想法 希望你呢 听完了以后啊 你的世界观跟我趋同 主见 另外呢 不要受美国的影响 美国他有他的想法 他也非常了不起 你看美国这些战略家 为了美国的利益 他也绞尽脑汁 想怎么拉拢欧洲 是吧 你看用意识形态拉拢 我们有共同的什么 共同的一个宗教 那中国呢 我觉得也不傻 中国人里边 也有很多聪明人 咱们用什么 用地理拉拢 地理上和欧洲联合 不被美国切割 欧亚大陆要联合 这是我一贯的 一贯的 就我这个频道的宗旨 欧亚大陆要联合 如果北京到巴黎 有拉力赛 能举办的话 我第一个报名 甚至啊 我觉得我可以组织 我可以组织啊 大家是吧 开个什么小破车 慢慢跑呗 跑到边境 能不能过去 倒不让过再说 可以组织一下 如果能组织北京 到巴黎的拉力赛 每年组织一届 非常了不起 中国 我觉得中国政府 应该牵头了 你说这个多好的机会啊 多好的机会 是不是 联合欧亚大陆 我最后也出出主意 还是希望吧 欧亚大陆能在 跟中美对抗中间 能站到中国这边 美国在极力拉拢欧洲 中国千万千万啊 在这个 在欧洲这个问题上 别犯傻 别失误 别上了美国的当 掉进意识形态陷阱 早上起来啊 一会儿去圈儿早饭 圈儿早饭 就说这些 欧亚大陆联合 我认为 这才是人类文明 回归欧亚大陆的第一步 这才是人类文明